有流星快许愿 是高空抛物 快闪开 你这个少人凶手 你来天明里 他转我的车 还有我钱 电车都是直流电 无法行车回路 更不可能出电 所以可排除人为漏电行凶的嫌疑 你老公的岁数不小啊 怎么我的电车刚好这样 他就撞过来了 是你想扔一场了吧 你 你胡说 我老公 我一定有人才 我们当然是人啊 是他 是他刚才追了我 别说我 我也是为了躲这位大姐 你说谁 都消消气 小姐姐跌倒时 她的视角看不到电车 不可能预判到电车走位 而这位小哥哥 的确是因为小美的摔倒 才撞下轮椅 不是有意为止 真的 真的是场意外 电车的电缆上 不能错有屁股 这个断线的风筝 一定是刚刚飞上去的 也正是这根沾了水的风筝线 连通电了 杀死了你老公 风筝线的断口是被切开的 不要抓到凶手 根据风筝俯冲的角度 与当前偏北风 每秒0.6米的阻力计算 是从楼上1408房间扔出的 快开门 别瞧门了 这活到三年没人做了 可是门把手上一尘不忍 明显刚刚有人才来过 不好 是凶手 剪刀 我明白他是怎么杀人的了 浅刀的两端分别绑着风筝和空水瓶 雨水灌满水瓶 保持剪刀失衡 剪断风筝线 而风筝则根据事先计算好的角度 跳到电缆上 密边撞满水的水瓶 也因为失去平和而脱落 打向小人导致了一连串的 五蝶效应 杀人案 舅舅 听说这个凶手最近杀了很多人 但是你却对他束手无策 没错完美的不在场杀人手法 但是这一次 他以为死者出电引发的火势 会烧毁风筝 但没想到雨势变大 风筝流了下来 风筝上的涂料和纸盆 是我们终于摸清了 他的苍身之处